是的主播 画面中可以看见 有间超商被拉上警戒线 原来不久前这里才发生 当街砍人事件 25号晚间 新北市中和区 一名男子从新生街住家出门 结果被两名扼杀 持西瓜刀追砍 男子的背部大腿被砍后 赶快逃进隔壁超商求助 据了解受害的杨姓男子 跟曲姓男子有金钱纠纷 本来约定好要领钱还款 但曲姓男子的同伙 因为不耐烦 拿出预备的西瓜刀 将杨姓男子划伤 两人事后马上开车逃离现场 警方调阅监视器 发现他们开车逃至新装 并在新树路一间大楼内攻坚逮捕 至于受伤的杨姓男子 目前在医院治疗中 以上最新主播 我是刘佳 我喜欢与您分享地球大小事 最新时事 国际脉动 财经动态 还有气象资讯 最接地气的新闻台 让你重要消息不漏街 聊天的话题也不脱钩 当然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视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要开启小铃铛哦